Running们换了总PD,虽然只播出一期节目,但是节目的改变大家还是有目共睹的,最关键的是节目的剪辑变得流畅许多,因此很多人对接下来的节目都充满期待,而本期节目因为亚运汇的关系,所以也播出了120分钟的加长版。 这也让粉丝们大呼过瘾,节目刚开始,成员们就被分开,他们收到了相同的指令,每人拥有10万人,但是必须给另外一名成员5万人,大家可以互相沟通,然后决定把钱给谁,而且这个过程是拟拟的,于是每个人就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帕,甚至连假信息都做出来了,最终,大家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, 于是从一开始的时候每个人拥有的钱数就不同了,钱分好了,把个人在此聚到一起,他们一起迎来了这期节目的嘉宾,薛孝林,金蕾夏和郭石阳,这期节目他们11人,将一起完成,名为out.com的主题比赛。 游戏规则是这样的,每一回合金钱数最少的人将会被拍卖,拍卖的就是淘汰他的权利,如果竞拍成功者在最后的环节,顺利淘汰叫自己购买到淘汰权的人,那么他可以获得这个人剩下的钱。 总而言之一句话,那就是钱越多越好,然后大家一起玩了一些小游戏,总的来说还算可以,但是也并没有太大意思,所以这里就跳过了。 最后,他们一起来到了最终的游戏场所,看到这个场景,看看成员们的站姿,大家就开始兴奋了,因为这一期的最终比赛,就是9A的四名牌大战。 当然,司法也是不同的,必须按照购买的竞拍权进行,在这里,每15分钟就会进行一次贷卖,竞拍的就是钱数最少的人的淘汰权,为了给钱少的成员赚钱的机会。 在大楼里还设置了典当行,大家可以到那里去卖东西换钱,而典当行的规则就是按照物品的长度给钱,李光珠立刻把自己的裤腰带拿下来准备卖掉,可没想到却被大神留在谁抢了过去,没有办法,李光珠只好双手,踢着裤子去追大神,于是又一个有名的场面诞生了,而钱昭明则更夸张,他愣试问典当行老板。 可不可以卖自己的内衣,这一想法把大家都吓一跳,这也太拼了吧,大家都在努力赚钱,想着办法购买逃派,全去争取做生存到最后的那个人。 可谁都没想到,这一切都是被人安排好的,他们中居然还有设计者和助力者,那么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幕后设计者呢? 大家自己去慢慢看吧,小编就不剧透了。 这一期前面的心理战比较有意思,中间的游戏环节能说一些,最终场合的种种反转还是很有趣味性的,让大家找到了以前的感觉。 于是不少人都在说,可能这个PD真的会把以前的running们带回来呢,我们一同鸡呆吧。